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东江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台湾的确诊病例增加到26例了 也就是这第24例 确诊病例的外孙女以及次女 那麻烦的是 目前还查不到感染来源 而且发病29天才确诊 所以病毒是不是已经进入我们的社区了 现在民众担心 到底这北部是哪个县市 双北市长也很紧张 那昨天就传出 有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关闭 因为确诊的六旬妇女 说被送到中校医院了 那随即就遭台北市否认 所以疫情的资讯 是不是能够再多一点 侯友宜建议一起开设 是不是有这个必要 而疫情也冲击到台中 白牌司机的外甥女婿以及妹妹 他们的工作地点都停工了 那如果疫情再扩散 对经济影响势必会更严重 我们的政府要如何因应呢 而台湾自产的抗原诞生 中研院的专家 十天搞定 这代表疫情可以有效控制了吗 这个疫情是同时 这个病情是不是也能够得到医治 不过在中国方面呢 传出官方争取 二月底疫情结束 有可能吗 昨天湖北的病例 瞬间降到349例 出院的人数也破万 那就有一声爆料了 医院正在搞运动式的救治 根本是在撒谎 原来共产党可以决定 病患出院的标准 那疫情结束 也可以自己定时间 所以这对抗疫情的剧本 是不是写好了 但是病毒会听 共产党指挥吗 传出肺炎攻陷 中国第一艘自制航母 山东舰有百名的官兵被隔离 解放军是不是会垮了呢 而国内的兰英立委 还在唱衰自己 吴思怀批蔡总统不要挑衅中国 像慈禧一样 像八国联军宣战 台湾毕竟是弱者等等 这些话是这样子吗 台湾为什么会培养出这样的退将 好像变成降将 还没有打仗就认输投降了 那郝龙斌还认同支持 国人可以接受这样的立委跟政党吗 另外南韩现在疫情严峻 短短两天 确诊的病例暴增百人 进入社区感染的阶段 尤其出现超级传人者 这位南韩大妈 一口气就传给了八十多人确诊 影响人数破千 甚至间接传进了南韩的海军 所以南韩的防疫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介绍的来宾 首先是我们的江冠宇医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来是政治评论员汪建民 大家好 还有资论媒体员吴国栋 大家好 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李正好 大家好 还有资论媒体员林玉慧 中天好 大家平安 还有资论媒体员王瑞德 东江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这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发展 台湾的确诊病例数增加到26例 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公布着25案跟26案 25案是我们这案24的外生女 案26是案24的同住 这次女 我国在新增两人确诊武汉肺炎 都是重症的第24例妇人亲属 分别是小女儿和外孙女 属于家庭群聚感染 最让外界惊讶的恐怕就是没同住的20岁外孙女 早从1月28号就有咳嗽症状 31号因发烧就医 2月4号再复诊 但一直到2月12号到医院探视外婆 两人才有短暂接触 在案24确诊后马上裁剪 结果呈现阳性 而40多岁的小女儿平时就和案24同住 从1月30到2月20天天到医院探视 2月9号起两度因胃食道逆流就医 但始终没出现发烧和呼吸道症状 是母亲确诊后裁剪才发现染病 继死亡的白牌车司机家族5人中标后 最新又有家族3人确诊 尤其案248天内沉到两间诊所 四度就诊又住院近20天才转进负压病房隔离 指挥中心不敢大意 锁定391名接触者 有169人需要裁剪 其中24人还在检验中 而甚至有网友帮忙推算 怀疑妇人可能在大选前就遭到感染 有人在讲这几个案子 他1月16号发病 1月22号有症状 那可能他的传染源到1月8号 那1月8号以前在选举 所以很多的大型的活动在展开 那是不是这大型的活动里面都有被传染的可能性 重症的60岁妇人持续插管治疗中 感染源目前也还不得而知 指挥中心只能抽丝剥茧 继续追查周 好我们看到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持续的在升温 那台湾的确诊病例数也增加到第26例了 那这26例呢 就是这24例这位60岁退休的女性呢 传给他的这个女儿次女以及这个外孙女染病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名退休的60多岁的女性呢 其实他都没有出国 那现在外界就在这个寻找到底是谁传染给他的 那同时呢也担心他的病情 他现在的病情是可以说相当的严重 是已经在这个插管治疗当中了 所以呢他到底是被谁传染呢 还有他的感染源到底是怎么样呢 那其实现在外界的担心 除了这个医疗的部分 我稍后再请教这个冠语医师 那主要就是说现在这位北部女到底是哪个县市 似乎已经这个让民众开始恐慌了 因为昨天就谣传了 好像说这个60岁的这个确诊女呢 送进了台北市的中校医院 那结果后来就说这是谣传 也抓到人了要送办 我先讲瑞德哥 现在因为疫情资讯可能揭露的比较有限 所以可能让民众大家都在猜测 这个北部到底是北北极桃 还是到新竹等等 那这个新北市也很紧张 也希望一级开设 怎么看现在就说疫情的资讯 是不是可以再多一些让民众能安心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疫情要公开 但是又不能公开到 那么造成人民的心理的恐慌 这个是他们两难的事情 所以他只能讲北部 那么至于北部到什么地方 什么县市 然后哪个医院 只有医院附近 或常到那个医院附近去的人知道 他当地的这个政府当然也知道了 这个是我想 我想因为他如果一旦公布 是哪个诊所哪个医院的话呢 附近还有曾经去看过的人 马上就恐慌 然后还有就是说 但是那么当事人一定会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被追上门 要求你可能做一些居家自我防卫 还是居家检疫 居家隔离的事情 那么事实上呢 除此之外啊 我会奉劝现在有一些人 还在利用网络啦 各式各样的这个 等于说社群啊 还在传这种错误讯息的人 不管你是故意这样传 还是你转贴别人告知你的人 你要小心 因为被我告 花小钱 如果你因为这样传的话 花大钱 对啊是重罚 十一百亿大钱 三百万以下 三百万 三百万以下 三年以下 我这严重了 千万不要随便尝试 你不要到时候去说 你是无意的 你是无心的 你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啊 这个跟不知者不对 是完全不相干的 千万不能乱传 在传染病防治法的 这个规定之下 法很重 像这种事情你去传干嘛呢 你传干什么呢 你干嘛这样 你不确定的事情 何必去传呢 传染以后你会被重罚 所以呢 千万不要这个以身试法 我说过 这是一笔大钱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事实上啊 那么我们现在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不是多两例吗 对 不过多两例 还不用太 还不用太紧张的原因 是因为 这多两例呢 不是啊 现在这个所谓的 60岁的退休妇女啊 他去传染给社区 其他的人 比如说他去唱卡拉OK 比如说他去这个公园 然后呢 去散播给其他 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还不是 而是他的家人 而是他的家人的原因 是因为啊 那么第25例 第25例里面呢 这个20岁的外孙女啊 他是去医院看他 这要小心了 OK 他去医院看他 为什么会传染 为什么会传染 因为如果你去 你是因为医院看他 现在知道的资讯只是这样 你去医院看他 还是之前有曾经接触过 比如说 在此之前啊 过年前有聚会啊 有聚餐 都有可能嘛 对 那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因为如果是在 一个医院的话 那变成院内感染 就很可怕了 你知道吗 然后因为 因为如果外孙女士 医院看他 有可能传染 那别人也有可能 那另外一个是啊 他的40岁同住的女儿 这是第26例 40岁同住的女儿 这个部分呢 要特别小心 他跟这个中部地区的弟弟 是一样的 他没有征兆 他没有发烧 没有咳嗽 这些所谓的征兆 他后来去求医 是因为喂食道逆流 去求医的 你知道吗 这样子哦 对 然后呢 紧接而来 他曾经就医过 是喂食道逆流 那么今天会确诊的原因 是因为 60岁的退休妇女 他确认 所以必须把他 像一个金字塔 300多个人 一个一个全部过滤嘛 去清查 所以今天确定做出来 他是确诊 那这样子 没有症状的这个代元者呢 就跟这个中部的 白牌司机的弟弟 是一样的 因为他没有征兆 这更可怕 因为你还会咳嗽 那现在他们要隔离了吧 对 现在确诊就 确诊就一定要 确诊不是隔离而已 确诊就住进医院了 就直接住进去 负压隔离病房了 不管你有没有征兆 一定要把你的病毒 全部都清干净以后 才能出来啊 那么所以呢 你记不记得 当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会心里会恐慌啊 前天晚上 10点半的时候 大家会恐慌的原因 是因为不知道源头 那时候说 女儿的同学 从杭州回来 1月6号 对 所以隔离期 好像太长了嘛 对不对 应该不是她 是哪个女儿 是不是同住的这个女儿 如果是同住的这个女儿的话 那么这个女儿 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 在妈妈1月6号以后 还有跟这个中国回来的人 还有接触 亲友同学 还有接触 对 还有接触的话 如果现在不知道 是什么人 传染吗 不知道 妈妈传染给女儿 还是女儿传染给妈妈 不知道 那这相关人等 这个一查可能又 又得要出来了 所以今天又比昨天的那个更大了 你知道吗 因为女儿跟外孙女的又是一旁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 他们分别都有就医过 所以又有一批医副人员 可能又必须要隔离了 我们的医疗能量 可能又紧缩了 所以知识体大 为了防 为了防这个武汉肺炎病毒 进入台湾了以后呢 造成的伤害 我们必须付出那么大价 但至少我们的轨迹追得出来 那追得出来 你就能够更放心 因为今天如果 今天25跟26欧力两个呢 是完全不相干 那我们就逃摸了 现在是比较担心 那至于说 你很想知道说 是不是你家是不是怎样 其实我讲坦白的啦 不用那么担心 为什么呢 如果跟你有关系 你一定会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你不想知道 人家也会找上门 你知道吗 如果双北市长也在猜 是哪个县市 那他们也不晓得 地方政府 因为他们可能想说 地方政府其实 地方政府其实 或多或少都知道啦 都知道 我相信他已经知道啦 他一定知道的嘛 因为连急诊部门都疯了嘛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知道 他只是认为说 这样子会造成很多很多的恐慌 那侯友宇他出发点 我们从好的地方想 他是认为 因为这样子 每个地方每个地方 尤其你要知道哦 重症以后 请问会收治在 什么样的一个医院 大型教学医院 对 所以因为我们的 负压隔离病房 大部分都是 大型教学医院跟中型 但是以大型为主 所以大型一进去的话 万一他当时去 为什么要封急诊 因为他当时进来的时候 是去急诊 急诊 我们都是到急诊室嘛 我们第一个想法 是医不好变重的 就到急诊室去嘛 到急诊室去了以后 糟了 那急诊室这边 就必须要消毒 必须要那个 我相信也不会永久隔离啦 他只是先消毒 然后为了安全 先这样子而已啦 好 瑞德哥这样讲 这个一般的民众 真的不需要陷入 无谓的恐慌啦 那如果呢 是你该知道 那自然人家 就会通知你 我经常请教江医生啦 那现在的情况的话 人家就说 专家讲病毒恐怕 早就已经进入台湾 这是真的有可能的吗 还是说这过了 这段时间 如果真要发病 那应该要发病一大堆啦 那现在看起来 是到底有还是没有 病毒应该是 案例都已经出来 都已经确诊了 这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就是说病毒 当然是早就在 进入台湾了啦 那只是说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我们看重症 比较多都是比较老的 像这位第二十例 六十岁的女性 对 中老年人要比较注意 所以说这个时候 要千万注意 长者不要外出 尽量不要 因为现在这个 的确对老人家 是比较危险的 年轻人的抵律率是还好 所以相对也会比较多 无症状 所以才会说 现在这位六十多岁 退休女性 她现在已经是插管治疗 那她病程是不是拖得 有一点久 那是不是因为 确诊的时间拉太长 所以现在造成是 这个我们 这个我们都很难 很难揣测 因为她其实年纪 导演她 看她报纸上面的资料 她也蛮多慢性疾病的 其实冠状病毒 也特别喜欢这样子的 所以说她是不是说 她病程也走得特别快 不知道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说别人病程 我们先摆在一边 我们先看到这个现象就好 别人先过度的恐慌 然后我也分享说 医院他们的动线 目前的那个防疫状况是怎么做 基本上 像刚才讲的中型 如果说一般我们希望安全的话 那在大型的教学医院 目前他们的那个病人 还有说医护 还有说一般其他病人的动线 基本上是有分流好的 就是做到说 不要在诊监才分流 而是在外面就要分流 假设说在急诊里面 她那个负压的 那个病床不够的话 或是说那个诊监安排 那种分流 那可能比较挤 比较没有说想象中分流的 那么完善的话 她把站场移到急诊外面 那急诊外面可能 现在有些医院 会临时搭起一些帐篷 那是说万一病人 有大量来求求诊 或者有些疑似病例的话 她可以在医院外面 比较流通的地方 进行说筛检 就筛检了 不会说那也就是一般民众 可能会担心 我走到医院里面 会不会跟我旁边就走了一个 确诊病人在我旁边走过去 会有这种情况吗 尽量降低 不能够说没有 但是医院有些政策 尽量减少这些几率 然后医院 我们知道嘛 他们会有大门 还有有些是小门 现在小门 每家医院全部都封了 所以说按照他们的规划路线 然后真的啦 没事不要来医院 真的是说 有些人喜欢逛医院 现在应该比较少 还逛急诊室 大概是ROCK 尽量不要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说 在这疑似病人管理 其实在医院里面 真的有这样的病人 通常把它放在比较高层 所以这现在住院病人 先不用恐慌 住院病人不用恐慌 但是尽量啦 就是因为现在负压床 原本就有些病人 他原本就需要负压床 比方说像肺结核 在ACTIV 在活性的肺结核病人 或是其他可能有流感的病人 等等 这都是原本占掉一些负压床 如果当然你再加上一些确诊病例 有些是疑似病例 台湾其实现在还蛮多疑似病例的 其实耗到腹癌床就蛮多 所以最好的方式保护自己 没事 长者没事 不要外出 然后政府宣导一些政策 像是洗手 然后通勤的时候 戴一下口罩 保护彼此 我觉得都是大家做的 我再继续请到医生 因为你刚刚是说 主要是针对一些中高龄的 那像这种 就是没有症状的 是不是可能说身体状况比较好的 或说比较年轻 比较会出现这种情形 就是说他体内可能有病毒 但是没有症状 有可能会这样 有可能会这样 当然也是症状 这个其实 很难说 因为我要讲 台湾比较单纯一点点 台湾比较单纯 就是说你可能感染一次 你撑过去就好了 那但是像武汉那样子 武汉为什么还是有年轻人 很多都死掉 因为他们是病毒浓度比较高 所以他们好了之后 又重复再感染 那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走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 现在还没有到那种地步 可是我觉得很多记者 还不确定的话 那先不要太早下定论 最后保护自己就可以 那还有再来就是说 这个筛检的这个过程 裁检的过程 因为好像出现很多那种 所谓的要检验四五次才确诊 那特别就是 还有个所谓弱阳性 那弱阳性是不是就代表 你已经重了吗 还是不是呢 真的还是很难说 还是很难说 弱阳性还是很难说 还是很难说 基本上因为我们说筛检 我们有一个那个 两个两种检体 一个是咽喉四次 就插一下咽喉的 那另外一个是比较准 就是说人家咳痰出来的 那个是胸痕痕痕 然后从那个呼吸道 这样咳出来的 是因为比较深层 比较深层 因为这个冠状病毒 它有趣的地方是在于 它跟流感不一样 流感是 那个下面的呼吸道受体 它没办法直接跳进去 它除了涂变的时候 连上呼吸道的受体 都可以感染的时候 它能够跳得下去 这是流感 所以它是上下接可以 所以说你踩 你踩那个快筛的话 你上面就可以了 但是冠状病毒的话 它不要麻烦 它直接跳紧的 所以说你要踩 踩到检体来自于 够深的地方 才有办法 OK 那现在是不是 踩检都要踩比较深层 才比较容易确定 所以都早上低口谈 那个才会准 OK 那个从比较内部咳出来的 没有错啊 对啊 然后那个就是说 柿子都通常踩得不够深 那如果你们说咳嘛 如果随便咳一咳 这样咳 其实你也不是来自于 神圣不安 你症状还不严重 病毒浓度还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常常踩不到 或是说有些弱阳性 你也不知道 弱阳性就是到底有还没有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多 对可疑症状的人 它是你还没有排 再说你排除 这不是流感 流感已经快 快三几次 也不是 其他培养 也不是细菌性肺炎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提升 除了说高烧38度 或是或有呼吸症状 还有一个 现在提升到一个 就是临床上 肺炎治疗三天 排除瞎原医 还是没有好 这些我们都列入通报范围 高度怀疑了 对 就可能 所以这个了解 这个医生的这个说明之后 大家就比较清楚 这个武汉肺炎 他可能这个症状以及采验之后 可能到底要几次 现在好像知道 比较深层的 比较容易来确认 所以现在 这位北部女 引发北部民众的恐慌 包括商委市长 还有侯友宜 他也是说了 要御敌从严 所以他是希望 因为这个开学在即 还有加上清明节 台商返台 所以他建议要 这个一级开设 那现在是不是足够 还说一定要一级开设 我们看到陈时中就讲 因为现在美国是认为 台湾出现社区的 这个传播疫情 但因为那个是24例 那已经是知道了 但是现在增加 应该说那是19例 那个白牌司机 了解他的感染源之后 但是现在多了这个24例 那恐怕是不是 又会被美方 列为社区传播 简明哥怎么样看 现在就说 是不是要一级开设 才足以应付 这个武汉的肺炎疫情 你要做一级开设 你要先确认一件事情 是我们现在已经从 所谓的 是已经进入到 社区感染了吗 还是进到社区传播 我想现在我们陈时中部长 已经跟美国CDC说 我们事实上连社区感染都没有发生 意思说今天你所发生的个案 基本上都是属于家庭内的 并没有到隔壁邻居 或者到哪里出现 所以还没到所谓的社区感染 更不用达到社区传播 没有 我们先说一下他的这个女儿 就是他跟他同住的女儿 他是在2月3号跟2月6号去看医生 那我们就不要说2月3号 那个已经过了 我们就要2月6号 2月6号今天是2月21号 其实这中间差距已经是15天了 15天 那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观察这个病毒呢 最快发病时间 就是你跟病人接触 最快以这个武汉重新的案子 就是一个武汉人到重新的案例呢 他是一天 好那是最快 就是他前一天跟这个病人接触 然后呢一天后他就发作 那通常大概是六天的时间 六天 好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是以六天来说的话 那么从2月6号到现在为止呢 其实早就已经15天过了 所以就是说呢 我们先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说医院并没有 这些护士跟医生 护理师跟医生们 他并没有这个发病的状况 好那我们要先确认他们 但我们还是要再确认 他是不是有症状但感染 无症状感染 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就是30岁以下的案例 常发生的都是属于是 无症状 但是有这个病毒 但病毒没有办法 依附他身边身上 这是目前的状况 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件 很确认的事情 说第一件事 他妈妈所在的医院 那个医院 是北部的医院嘛 那这个医院呢 基本上这113位 跟他接触的医疗人员 全部都已经确认是阴性 所以你就不要担心说 他在哪个医院 怎么样你都不要担心了 好那因为呢 时间他是1月20号之前 进到医院嘛 已经过了所谓的 远过了一个月了 所以这些人 这些医护人员 他也不需要进行 所谓的隔离 他可能筛选试试 如果真的有感染 也发病了 对而且 搞不好造成医院 这个院内感染 所以都没有 所以也不用担心 什么急诊室 不能去什么这些 这个事情我们先去 因为可能的医院 都非常大间 因为他最后 去那家医院 非常大间 我们大概 多少都知道 现在什么医院 大概都知道 去那些医院很大间 所以呢 你也不用去担心 说拆哪个大医院 没有事 那比较 那我刚才讲 是他的这个女儿 女儿是2月6号 那到现在为止 已经15天了 如果这15天 他接触的这些诊所 因为他是诊所嘛 那诊所这些医生 或者护理师 他可能也就已经发病 但目前为止 现在我们都 还没看到进一步答案 所以以我们的 就是说 如果医生有动作 他一定自己看医生的 那护士 如果护理师有中 也看你 看这个医生的 所以也就是说 现在诊所这边 也没有所谓的 这个医院内的感染 那到底 有没有社区感染 那就重点来了 以他妈妈的角度来看 他是1月22号 就已经进到医院了 那我们才往回推 他6天 我们比较长的时间来看 6天的话 他是1月16号 所以1月16号到1月20号 算算现在又是多久了 又是一个月的时间了 所以如果他妈妈接触的人 因为另外有一百多人 是他妈妈接触 要去唱卡拉OK 跳这个 跳这个广场舞之类的 那对不起 他早就已经发生了 那而且事实上 所以像分析下来 就担心的人 真的不用担心 如果真的有 就大爆发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 有的话早就已经是 进入到社区感染 可能那他家附近的人 就已经医院的案例 就已经出来了吗 真好你说叫大家不要去拆 这人性还是会去拆吗 还是你想这在哪里 然后可能我是不是注意一下 或是少去那边 真的是人性大考验 人性会想要拆一下 但是其实坦白说 防疫就是这样 就是在恐慌跟注意 其实是议题两面的 你越恐慌会越注意 跟你太恐慌的话 就叫做过度注意 所以其实我们不断在那边 呼吁说 政府的所有行为 要合理安排 民众的所有行为 你自己也要合理安排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是要谈说 到底要不要一级开设 我要先沟通一个观念 就是说 我们变成一级开设后 不等于疫情升级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一级开设后 所以表示我疫情升级 疫情升级了 我们台湾要爆炸 台湾要失控了 我是不是周边草木皆兵 没有 一级开设它代表 在实务上的意义是说 由总指挥 由陈时中变成副院长 OK 它的领导层面变高了 变高了 它代表是防疫能量 跟防疫层级升级 跟疫情是变严重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先把 这个观念沟通清楚 我们才可以 持平的去讨论说 我们现在需不需要 一起开设 OK 那我们现在回过 我们过去防疫几十天 我们大家都在讨论 是不是有很多事情 其实不是陈时中 一个人可以解决的 比如说陆委会出包 坦白说 如果现在领导层级 是由行政院副院长 就是我们如果比照 2009年H1N1 那时候由行政院副院长 那时候朱立伦 来当防疫总指挥的话 这个时候啊 陆委会能不能 自己开记者会 宣布说这个政策 让所谓小民回到台湾 没有办法 因为你要过行政院副院长 这一关嘛 因为只有总指挥官 才可以开记者会 可是如果是由陈时中的话 抱歉我陆委会 跟你陈时中评级 你是卫福部 我是陆委会 我们评级 我不需要过你这一关 又或者说我们在 我们最近才来找人 去家隔离 然后他跑走不见 需不需要警政署的帮忙 又或者是说 我们之前在讨论 那个所谓经济部的纾困方案 说20亿太少 杯水车薪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平级的 他不是陈时中的触角 可以去触及的 可是坦白说 我们现在谈防疫 是一件事情 可是防疫整个面 是包含所谓的经济面 防疫面 医疗面 所谓警政署的配合 还有民生面 所以现在谈医院 都需要各地的里长 或县市长配合 这东西如果在这个时候 把防疫层级拉高 由行政院的副院长来做 他同时可以指挥内政部 对不对 我们内政部谈的 就是所谓的那个医院 对不对 同时指挥衛服部等等的话 那照你意思 你觉得是应该要 我认为可以一起开车 但是拉高的前提之下 我很重要跟大家沟通 可以跨部会的去沟通 对 可以跨部会沟通 但重点是 我还要跟民众去沟通说 这个不等于是 我们的疫情升温了 更不等于说 我们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就我们最怕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 其实对于所谓陈时中 或是政府关于 现在有点绑手绑脚 就是那个前面的观念 没说都好 很担心造成恐慌 OK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现在还有一个 房间有个谣言在传 是不是台湾有所谓的 零号病人 什么叫零号病人 因为这个所谓北部女 是在1月22号发病 对不对 那到底是谁传染给她 因为台湾的第一例 首例是1月21号的 一个从武汉返回 台湾的女商人 OK 那显然不可能是 那个女商人 1月21号返回后 就传染给这个北部女 因为那女商是 发烧回来的 她一回来马上就诊 OK 那到底是谁传染给 这个所谓的北部女 1月20号 是不是有所谓的零号病人 那我们需不需要 投入大量的资源 去寻找这个零号病人 我认为杰明哥刚分析的是正确的 就是因为武汉病毒 这个病毒蛮诡异的 就是说 它会在有些人身上是 它有无症状的传染力 它其实是 加上它是生活做起 是都没有影响的 然后它也没发烧 没有咳嗽 那我们需不需要 花大量的资源 去执着把那个人找出来 又或者是用逻辑的去思考 如果真的有这个零号病人 而且穿透力极强的话 为什么至今三十几天了 只有这个所谓的北部女 发烧 所以说 因为如果我们用正常的 医学逻辑去寻找的话 我们势必要投入大量的资源 以及民众恐慌的情绪 去寻找那个零号病人 可是如果零号病人 它本来就属于这个 武汉病毒的特例 或是武汉病毒有某种程度 比如说20% 我不知道因为医学报告都没有出来 都在对岸 10% 20% 会有所谓的无症状传染的话 我们其实坦白说 不需要花那么多力气 去思考这件事情 更应该着重于眼前的当下 什么叫眼前的当下 就是这个所谓的北部女 从她发病到进入到负压病房 中间这段有可能防疫的 中华就是现在列出来三百多人 以及现在的二十五例 二十六例 那个叫做我们眼前看到的部分 套去大落化 那叫可防可控的部分 我们多一点这个部分 少一点恐慌 这个正好分析的 这大家就很清楚 也就是说如果真的 有一些这个医学专家所说 病毒早就进入台湾 那不是应该早就 这个病例大爆发了吗 那怎么现在只有出现这位 没有传染源的 这个六十多岁的退休女性呢 当然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是不是需要我们的一级开设呢 来 玉慧姐 你的了解 我先讲一下这位的这个病患 因为很多人非常的关心 那这位的病患呢 因为她当时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她去医院就诊 她其实就诊前前后后 有花了好多次 那她是流感确诊 她是流感阳性 所以她一进到医院以后 那医院就是以这个流感阳性 然后转成肺炎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去医治她 可是就如同刚才江医师所说的 因为后来对她投药的这个效果 觉得反应好像不太对 那再加上这个医院就看到了说 白牌医生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回溯 还有地毯室的时候 是去找流感阴性 但是呢 有肺炎的这个症状 所以那个当时的这个白牌医生 是这样子捞回来的 那这一位呢 她因为她是流感是阳性 但是呢 用药的效果不好 后来医院就去验了武汉肺炎 结果她双中奖 又有流感 又有武汉肺炎 所以她的情况 真的是比较特别的 那当然我觉得现在的疫调 是不是能够还原 当时她到底是谁跟谁接触的 这个是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所期待的 但是疫调的结果 也不保证说百分百 你一定可以找到那个源头 因为呢 就以这个白牌 建车司机来讲 我们是找到那位浙江的台商 她在她的这个咽喉的部分 她测到的武汉肺炎是阴性 那是在她的肠道部分 她的排泄物的这个部分 才验到有阳性 而且是弱阳性的抗体 所以她很微弱就对了 很微弱的病毒 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 那未来武汉肺炎 它会不会像流感一样 所以在这边 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因为像我们刚才 以这位退休的妇女 她就是流感阳性 所以你如果 现在还有那个流感的 那个叫什么 预防针疫苗 如果说你还没有去打的话 你最好还是去打 特别是有需要的这些长辈 还是赶快去打吧 因为这样才能够确保说 不会被误诊的一个情况 明显台北市的部分 因为昨天有传出说 在什么某某医院 当然就说 这个医院是否认了 那只说现在的确 变成卑躬蛇影 大家都在猜 这人性是不是很难去 很难去避免 刚刚在讨论说 到底要不要一级开设 其实这个不是政治 这是医疗专业 你到一级开设 当然指挥官升级 你各个部会跨部会 整合能量会更高 这也是事实 可是现在没办法 不愿意升级 当然有很多 他的两难的层面 第一个民众的恐慌面 还有包括你的经济面的考量 这些都要 那对于基层的恐慌是这样子 也不是说我们安心就好 其实老讲 包括昨天 这新闻出来了 所以可以讲 就是说民众在上网 一个流姓男子 在网路上讲 那个昨天第二次 就送到南港中校医院 这马上就中校医院就报警 南港分局昨天都侦办 立即侦办 然后包括医院出来澄清 分局出来澄清 这男子昨天就被移送 这次动作超快的 当然疫情一定要快 这不快得了 还有另外一个 昨天讯息出来 你看我的那个LINE 就被灌爆了 一直在说 他问你选区 对啊还有 之前有一个案例 我不要讲哪一个案例 就是说 一样有疑似一个案例 譬如说也是在我选区 大家就在问啊 是不是这个选区 其实还是有 管委会把他那个地址 都贴出来了 贴到我LINE 这个怎么办 怎么处理 我就说 不能证实 这个不要传 结果我就被选民骂死了 他说你完全都不关心 这种讯息你都不证实 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民众会恐慌嘛 他要知道这是我处兵 这是我那些 大家会怕 当然我们现在24到26例了 如果没有社区感染 社区传播的时候 代表台湾 相对是比日韩 我们都安全很多 状况好很多 这幅其实目前控制还不错 可是真的料底要重演 国董哥 你升级的话 人民不配合你 升级官司升级有什么用 没有用处啊 这次这个严重性 是在第24这个案例 这个这个第24的 为什么造成 买了这么多的讨论 就是这个第24例 是目前最为严重者 不但说他的发病 他是1月22号发病一直到2月29号 2月29号确定 29天的时间 标准说在武汉1月23号封城之前 病毒都已经入侵到台湾来了 所以武汉封城一点意义都没有 都跑到台湾进来了 这是让人去研究说 怎么这么早就有啊 是什么原因 我刚刚听议会在解释 当然他是两种都有 那也不可能是因为流感 然后就转成武汉危 不可能的嘛 不是嘛 他两种都有 两个都有 这个案例是很特殊 所以现在他们判断说 这个是最严 所有台湾发生的武汉危 是最严重的一个病情 而且他适度就诊 四度去病 他住的时候一般病患 不是隔离病患 因为开始就不知道嘛 所以他问题严重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河美乡说 我们的防疫网要全面张开来了 现在如果你为了是 射击感染 射击传播在争来争去争不完 然后还是说要不要升级 不升级的时候 你倒不如要宣导全民 都要配合整个防疫网 这样才有办法动调 才会让民性安定下来 武汉肺炎疫情仍然发烧 不过中国政府表示 新增的确诊病例已经连续 16天下降 还声称许多地区都出现 单日零新增的记录 暗示着疫情已经获得了控制 这是真的吗 2019新冠病毒疫情让全球自危 不过中国政府最近表示 湖北以外省份的新增确诊病例减少 声称疫情逐渐减缓 19号全国除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45例 连续16天呈下降态势 这也是除湖北以外地区新增确诊病例连续三天降到百人以下 并首次降到50人以下 中国卫健委20号表示 除湖北外包括辽宁上海福建和江苏等多个地区 都写下单日零新增确诊病例的记录 至于出院人数连八天都超过千人 强调人进来出得去 但中国公布的病例数字有够弹性 曾在13号单日突然暴增上万起病例 当局声称是因为纳入临床诊断病例标准 如今新增确诊病例数又大减 当局也给了另一套最新说法 目前取消临床诊断病例 由于我们检测能力提升 那么可以快速地进行甄别 使那些疑似病例快速地进行排查 所以对整个确诊病例 这个数字上不会有一个大的波动 远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外交官 也挂保证表示 疫情渴望在三月底结束 中国方面传出官方说 二月底疫情就要结束 真的吗 我们看到这是中国国务院的前副主任刘世锦 他就说按照这个疫情的走势 他就提出一个目标了 就是在二月底就要控制住疫情 同时他还画出了这样的预测图 就是高高低低 然后最后倒是降到零了 二月底真的吗 有这么神奇吗 好 那我们就看到 这个确诊病例是不是真的下降 看起来好像是 因为湖北省的官员不是被换了一批吗 那在换了之后 他曾经在这个单日的这个新增 这个确诊数曾经高达一万五千例的 这个时候突然就下降 雪崩式的下降 到这二月十九号下降到三百九十四了 哇 有这么低的数字 好 那现在就传出 这个除了数字下降之外 现在出院的人数破万 破万人出院 真的吗 这些人都被治愈了 好 那所以一线的这医师 他就爆料了 医院现在正在进行 中国式的抗疫行动 正在进行那种运动式的出院 也就是说标准是什么 没有生命危险就强制出院 然后同时用中医治疗 他的病人的这个 用中医可能喝药什么之类的 那这样子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病人肝功能损坏 再来就是说病情没有改善 那出院证明就能够痊愈 那显然就说 你可能病没有真的治愈 但是可能看你有 可能好转或是好一点 就可以出院吗 再来检测阳性或是没有症状 那就出院了 所以瑞德哥 现在是说这个抗疫的剧本 中国已经写好了吗 为什么这样呢 告诉各位今天一个消息 那么中国为了复工 因为你大家都知道 这个武汉肺炎病毒 那么会造成中国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大概几十兆几百兆都有可能 所以今天中国为了复工 甚至于直接用高铁 就载他的员工 直接到你知道吗 给一家 中间不停的 就复工专列 你知道吗 就直接来 然后告诉公路 几十部车子 直接从贵州哪里 一起来 然后大家鼓掌 疫情已经获得控制了 要我相信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等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数字 有个办法我可以相信 请中央电视台播一个画面 中共国家主席总书记 习近平同志 亲自到武汉 方昌医院跟大家 哎呀大家好啊 大家过得很好啊 马上就出院了 方昌医院可能还不够 请他进到雷神山 跟火神山医院进去 把这个画面出来给大家看 不要在全中国最安全的 北京朝阳区外交区 在那个地方作秀 你有本事你弄给我看一下 那我就相信你的数字 因为如果没有控制 习近平怎么会去啊 他怎么会亲自到雷神山 火神山跟方昌啊 一切都是假的 因为很简单 以前啊我跑社会新闻 以前我们台湾啊 那么每到寒假的时候呢 到了春节前会有个春安工作 春安工作要评比 所以你知道吗 全台湾的通缉犯最倒霉了 前一天就被抓 全部抓回来以后 全部放在警察局 为什么 等到12点一过 通缉犯全部破了 我记得我印象深刻 其中有一个台北市 有个警察分局的刑事组 一天破了六十几件的绑架 你知道吗 六十几件 天啊 厉害吧 厉害厉害 厉害啊 其实很多都是妨害制 有讨债的 你知道吗 全部用绑架 你知道吗 六十几件 开玩笑啊 那么其中那个大官啊 其中那个大官 现在还在当大官啊 他曾经跟我语带欣诚的说 上级长官要我教什么数字 我就给他什么数字 懂了吗 OK 然后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现在不再列为评比了 所以春安工作就不需要造假了 数字就不用了 可问题是 中共现在就在造假 为什么会从人家一天一两万个确诊 就是说用加入临床诊断嘛 说只要照X光 只要照那个断层扫描 然后认为你有可能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很简单 因为湖北书记 政府书记换人嘛 之前被撤职吧 我来了以后 结果发现 我来了以后 每天增加那么多还得了 干脆一天增加那么多 增加那么多 还有个好处 他的死亡率永远控制在2% 你知道吗 这个病死亡率真的能控制 就2%多 反正这怎么样都是2% 你可以发现 最终除一除 分子分母都是2%多 对共产党是万能的 没有错 你这个死亡时间都要控制 你忘了习近平说的吗 党指向哪里 数字就到哪里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本来数字很高 现在党要往下降 你就几万个 就突然间降到400多个 然后2月底从人间控制 你相信吗 如果中共真的 他的领导人有头脑的话 在过年前听我们的话 跟听我们的劝不就好了吗 对 那什么的节目中 直接跟你讲了吗 你的春运一定会造成大问题了吗 那现在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他现在为了要造假 这些人 只要轻微的十几天就放他出去 我的天啊 他显然就要让他流感化 流感化以后 这些人出去了以后 一直传出去 然后死亡的人只要他的死亡 明目不是武汉肺炎病毒就好了 是 所以反而使这个病 就因为这样没有办法得到控制 然后继续在中国大陆 甚至以来获延全球 对 现在看起来 如果说真的是出院人数 破万的情况之下 那这些病毒 是不是会持续的扩散呢 来正好你的了解 现在我们就说 连防疫的剧本 中国都可以写好吗 那特别是新冠状病毒 会听共产党的指挥吗 说不要扩散 他就不动了吗 真的有可能会 到时候全部写整段书 全部写肺炎 全部写流感 这已经不是所谓的防疫问题 这是数学问题 把数学永远控制在不断下降 那血率就会达成了吗 所以有没有发现 到底至今以来 谁对哪个国家对中国最狠 北韩够狠了吧 第一时间先封闭 然后有人去回来 出去泡澡马上枪毙 台湾也够狠了吧 马上就先封锁整个大陆 俄罗斯也够狠了吧 封闭 然后到目前为止封闭 对不对 然后也说坚持啊 说那是人造的病毒 越了解中国人 越知道说 对他们要狠一点 因为里面太多选机了嘛 那谁现在最惨 韩国跟日本 这两个都相信中国 日本一开始还相信WHO说的嘛 对不对 他不会人传人啊 他跟流感差不多嘛 所以日本现在疫情超级惨嘛 就是我们跟对象互动太多太多了嘛 他们屁股一撅 我们就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嘛 对不对 我们12月 不要开玩笑 我们12月31号 陈其迈就召召召喚各部会出来开会 1月2号苏贞 他就开行政院院会哦 1月2号我们还在干嘛 还在国瑜草包 还在黑银直升机 苏贞他就召开行政院院会 宣布所有从武汉飞过来的台商 都要发烧 那时候武汉在干嘛 1月3号还在逼李文亮千回过数 就我们消息有聆通到这个程度吗 没有 只是我们知道 当他们有蛛丝马鸡 泄露出来一点点 虽然他们失口否认 只是肺炎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状况不对 所以我们从严认定 之前所谓的那个 非洲猪威也是这种状况 对不对 所以其实对于中国大陆 我太了解 就是对于他们讲的话 你真的不能信 我看到网络上很多视频 比如他们说口罩有发下去 他们怎么发你知道吗 是口罩一箱箱搬过去 拍照完回收 搬到下一个点 再拍照再回收 这样子 他们说消毒怎么消毒 视频都有 消毒拿着那个消毒水 拍照 拍照完再收回去去下个点 甚至还看到最夸张是 急诊室怎么急救病人 旁边有摄影机 然后一群人推着那个急诊室 穿着绿色衣服推到急诊室里面 然后旁边有人喊咖 对在拍片 对在拍片 喊咖 然后大家这个医生跟没事一样走出来 然后开始鸟售散 我们昨天有讨论 对他们就是一个超级造假的国家嘛 那你现在好你平常造假 我们笑笑就算了 可是你现在连防疫都造假 会造成全世界的困扰吗 对 他会让中国变成世界的公敌 这是还真的可怕地方 那些可能没有痊愈的人出院可以破万的 那这些人再出去不是会重复感染吗 但是中国大陆自己要倒霉没有关系 可是你不要去影响到全世界嘛 他早晚有一天 他如果这样子搞 因为你如果认真防疫 大家都算了 可是问题是 你如果当你防疫都开始造假的话 全世界都会将中国列为拒绝往来嘛 就是我们台湾现在还保留五个 五个航线 就五个机场可以来台湾 到时候如果真的是造假的话 我强烈要求政府 这五个都不准飞来了嘛 你就是统一撤巧都不准飞来嘛 我觉得太离谱了 来我请教江医师啦 这个出院人数现在可以破万了 一年了解 这这么多人如果真的出去的话 那对疫情会造成学上加霜吗 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出院标准定制的问题 在台湾那怎么样才能够出院 基本上要再重新再塞 就基本上重新PT-PCR再塞两次 因为我们说确诊是PT-PCR 那个核酸复次嘛 跟经营系列做比对嘛 对不对 那出院也是一样要塞两套 两套都阴性那才能够出院 加上症状有不要减缓这样 中国有没有做到这样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从他数字还有说他以前在那个 不管是肺结核啦 或是艾滋病啦 那些控制的数据来看的话 其实是不大信任 我可以分享肺肺结核和艾滋病的故事给大家听啦 那我们台湾都是照全世界的进步国家的规则 这样去报嘛 其他不进步的国家 这样讲不好听 你刚才说开发中国家的话 顶多就是他们没有那个人力资源去做调查 对 那中国比较好玩啦 他们是那个每一个地地区 他为了让素质好看 每个地区都有个诊断的上线这样子 所以说超过诊断上线的话 那就藏起来 所以说我每一年的盛行率其实都差不多 我这个叫做跟WHA报告的时候 我就叫做稳定控制 他们的做事方法几乎都是这样 那我觉得他疫情基本上一个新性传染病 好像这种突发式的 通常因为说从一个假设来 因为现在病源的谣言很多 不过我们还是说先从人群共同这样来看的话 假设是从病毒到人类 对人类比较tastic比较毒嘛 所以一开始症状会很严重 当然说中国这种武汉这地方又有密集重复感染的问题 不过一般来说新性传染病 到传到第四代第五代的传染者的时候 因为你如果像伊波拉一样还是这么毒的话 你就变成个地方病了 你会不会变成扩大嘛 所以他尝试说与人类共存 所以说毒性相对会比较低 那现在看起来病毒跟中国共存 有一点点在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有下 但是会下到这么陡快吗 其实在台湾的流行 在台湾的流行病学 他其实有模型出来 就是说从我们这些台湾出院的病人 你看到出院还是有带了一些 还有被的养气 其实他发表在N1JM上的 那两例嘛 其实这个疾病他怎么样 他出院是好得比较慢的 好得比较慢 中国这么快就出院 他们出院标准到底放在哪里 这个我觉得 这资源图他们画得出来 就趋近于零这样子 对对对 真是太佩服了 所以真的的确 病毒都要听共产党的指挥 那不过呢 现在如果这么多人 出院的情况之下 我们说中国的疫情 是不是更加严重 因为现在其实传出了 这病毒已经攻陷 中国第一艘的自制航母了 山东舰就有上百名的官兵 是被隔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疫情怎么会好转呢 解放军会不会垮呢 当然现在湖北的抗疫 其实也陆陆续续 出现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 来看下 我們看到中國的防疫手段 到底是在搞什麼呢 這些人可能是在街頭沒有戴口罩 或是沒有聽公安城管的話 就通通抓起來 有的就給你遊街示眾 有的就給你好像洗腦 所以人家就說 這是文革重現嗎 這到底是人民戰爭 還是群眾運動 是救災還是在整人呢 我們看到現在中國 似乎用維穩來控制病毒 所以我剛剛也提到了 解放軍似乎也是淪陷 在這個海南島的三亞海軍的潛艦部隊 就有一名軍人確診 有三百名海軍是被隔離的 另外他們的第一艘自治航母 山東號上面 有一百名軍人是被隔離 那還有在湖北襄陽也有軍隊 在911醫院內 有一千五百名軍人 跟一千名的武警 是正在被隔離當中 所以現在的解放軍 是不是也是深陷病毒當中呢 所以我們就看到 這不聽話的 就跟你抓起來游街 還裝在這種 好像我們說載租的這種 租載車 給你載在這個馬路上 讓你去游街 讓你知道讓你丟臉 那再來就是說也有這種綁起來的 不聽話的 通通給你游街示眾 來 傑民哥 中國是這樣子在搞防疫的 你剛剛看到那個 就是綁起來 是因為他們在街頭走的時候 沒有戴口罩 然後一起把它拉起來 然後變成一串人往前走 這原因在什麼地方呢 時間就是要拉到2月3號 到2月3號的時候 習近平看到這個災情嚴重 全世界對中國指責的時候 他說一句話 這是一個人民戰爭 這講人民戰爭 等於是下死命令 就是要求各地的地區都要站出來 就像當時紅衛兵在出來 這是華爾街日報說的 就僅是紅衛兵在出現了 那很多黨啊 這些黨工啊 或是年輕人 自願就挑出來說 我們要打擊這個生病者 生病者好像是犯罪者 然後用批鬥的方式 去把這個地方 講得好像說這些人都可惡 甚至要有什麼畫面呢 就是我們在前陣子也看到 衝進人家家 人家打麻將 就把麻將桌拿出來砸掉 還有甚至叫在家裡打撲克牌的有沒有 把他移到這個市政府面前 喊我錯了 我錯了 那你知道這個事情已經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中國的官媒都看不下去了 中國官媒就問一個問題 難道中國的政府有這樣的一個規定說 人們不能自由走在路上嗎 對 連官媒都看不下去了 那現在最嚴重的是前三天 就是禮拜二的時候 中國已經聲明到 中國的這個所謂的公安部的部長 也出來說要文明辦案啊 不要再抓了 所以你看這地方 你看地方官員 他們自己也就看不下去 中國其實很單純 就是當習近平下死命令的時候 這件為了保護他自己的位置 或者他想透過這一次的這個瘟疫 有機會升官 他一定要盡情的盡他自己的能力 把這個事情做出來 好像我們很厲害啊 我們這個省很厲害 我們省做起來了 這就是他們的特質 非常恐怖 沒有人性 沒有尊嚴 所以這個事情 他們已經開始有反彈了 不過我們剛才回到 剛才所說的 就是軍中的事情 因為呢 現在連這個南海的 這個艦隊的艦長 就是我們這是 他的山東艦 他是一個艦隊嘛 那艦隊他不是 只有一艘航空母艦 他其實還有其他的 這些驅逐艦等等 他們現在艦長也不見了 他們在這個過完年 第五天的時候 說要回到軍中 之後也不見了 那你又知道 他們其實現在對警察 也是嚴格管制 什麼官不見兵啊 兵不見兵之類的 哇各種口號都出來了 簡直混亂到不行 不過我們談一件 很現實的問題 我給大家看 這是已經確認的數字 就是這次的病毒 很特別的事情 我們先看一下 一般的流感 流感的圖比較像是 他現在畫的圖 就是高峰期結束之後 很快就結束 因為流感可能 大家都知道啦 或者有一些抗腰性 或者醫院有充分治療 好 他的下去的速度 是真的比較快 這是流感 但是呢 這次武漢病毒 不是這樣子 他的潜伏期長 而且他的治療 時間更長 通常四週以上 才可能治療完畢 所以他的這個 下去的圖形 是緩慢的 就是跟他上去的速度一樣 現在的速度也一樣 那你看這個數字 覺得誇張的事情 我們再看一下數字 1月20號就一例 我們台灣 離湖南這麼遠 我們1月20號就中一例 最早是1月21號 他到1月20號才有一例 這個圖從一開始 一開始就是假的 你怎麼知道他結論呢 好 那為什麼要這麼嚴重 其實他們要做一個 因為這是 這是習近平下的命令 因為呢 他在2月10號的時候呢 就要求開始復工 所以呢 任何移工啊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要 是這個 比如說絕育說 我是鄭州 然後我要去這個深圳 好那你到的時候呢 你就要在這個廠外面呢 先隔離14天 那時間越來越接近了 因為2月24號 就要進入 大家都在看 你中國大復工的狀況怎麼樣 就2月10號那天 大概10幾% 20% 就當地沒問題了 就進去嘛 復工量很差嘛 那大家要等啊 因為習近平說這是我要做的事情 他也呼喚全中國都要注意這件事 因為中國現在已經很多城市 瘋狂的精神崩潰了 你想想看連續被關了 已經被關10天 在武力被關 這個實演室嘛 前面已經被關10天了 再關14天 你想一個人在家裡被關了20幾天 那是什麼滋味 已經開始瘋狂了 所以這對於習近平來說 這已經是不能不打的戰爭 而且重點是什麼呢 你再繼續往下去中國經濟會出問題了 你再砸兜的錢都沒用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就假裝搭好 那事實上呢 他有這麼一個要求 如果一個工廠發生什麼案例的話 是全工廠就要不停工 所以他們把責任丟給誰 他們現在中央不扛了 縣市長也不扛了 你們要復工嘛 趕快趕快 人給你 誰來扛 工廠的老闆來扛 自己扛了 所以那你要出事的時候 對不起喔 我這個該禁管的禁管 該區隔的區隔 是你們這些小區沒做好 而我到時候工廠就單獨給你關掉 所以那還有一件事情喔 如果現在我們工廠不復工喔 你可能也復工不了了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台商很緊張 就是他們要趕快回去 因為2月24號到27號是死命令啊 你要復工50%啊 那你要人家回來 你當然一定要製造一個假象 你看那個日期嘛 那日期就在2月25號之前就要歸零了嘛 就是就是這樣子嘛 現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是不是已經快四分五裂了 特別是軍方感染的情況好像也蠻嚴重的 來國董哥 現在只是說現有的訊息這些喔 沒有披露了也不知道多少喔 解放軍現在看起來是不是也岌岌可危 軍隊如果發生感染他會比社區傳播更嚴重 因為軍人都在一起生活的嘛 然後軍隊發生感染的話 他的數字更隱密 更不會對外公開 他本來就是一個很封閉的嘛 解放軍是習近平的最大的最後一張王牌 如果軍隊全部都被感染到那怎麼辦啊 這個已經沒有救了 剛剛中江你在講說那個文化大革命 我真的就想到了五十多年前那個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有一種叫做刺繳醫生啊 刺繳醫生就是沒有受過醫學教育 做到醫生啦 他只是在部隊軍中裡面當過保健員啦 當過保健員 結果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大量的下放到鄉下去 在鄉下的衛生所 政工手裡面當醫生 什麼病 只有那一招而已 他沒有辦法的啦 什麼病來他就給你打一個消炎藥就好了 吃消炎片就好了啦 就是這個樣子 現在中國這些醫生 已經都21世紀2020年了 他們還在用這種方法 對待這個疫情嗎 鄉下你真的是可怕 恐怖 以前應該 學士應該越來越進步啊 醫術應該越來越高 可是他怎麼會 越來越往後退 對 現在看著他們倒退 我實在不願懷疑說 我不願懷疑說 那個一萬多人說 什麼什麼什麼就可以出院了 那他如果這樣子出院的話 他為什麼要幾十量那種 移動式的魂花爐幹什麼 那因為死了更多啊 那個還沒有酸到咧 那個都還沒有 網路上都還沒有播出 他們在燒東西耶 對 所以真的很可怕 剛剛瑞德在講說 習近平只要到武漢去 央視你播出來就相信 不要講習近平啦 新任的湖北省書記應有 你只要到武漢 只要到方昌醫院去慰慰 那你播出來大家也相信啊 可能會漏夜蓋一個新的 連新任的地方的一把手 電視上都沒有露背給大家看啊 不要講他 連那個疫情指揮副主長陳毅欣 也沒有 所以他們去那邊根本是搞維穩 搞數字嘛 把那數字安靠起來 把數字檢查起來 還對全世界來說 我們疫情已經控制了 真的嗎 我現在是等說 已經進去中國的世界衛生組織 這十五個專家 什麼時候才要對外公開出 他們觀察了解結果是什麼 如果都沒有 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說不定他們進去也感染到了 來來來明顯來 他現在過去被視為經濟工廠 製造工廠 所以他某種程度也是說 我顧慮的第一個是我的經濟 第二個我是不是習近平他自己 來用維穩 他顧忌到自己的政治生命 有人認為說 這是如果防疫擴散的話 整個失控的話 習近平搞不好要下台 國外也有這種評論 因為現在看起來其實 維穩的手段多於防疫 那防疫顯然好像 也都是接受政治領導 而且防疫當然要接受專業領導 你包括鍾南山 你相信 我認為還是有相當程度的專業 可是我覺得他目前來講 當然政治成分有 譬如說他前幾天 我們上禮拜在這裡 說他一天增加一萬五千個案例 你要想嗎 我覺得說那數據有一些像過去 因為那天是傳出暴增 文革那時候有一個叫大藥鏡 就說我大鏈鋼腸 我一下就是數據都做出來 你現在防疫可以大藥鏡嗎 當然不行嘛 防疫說你真的確診之後 大家回想一下 前幾天不是有一個那個 張州的張州的一個確診 三十二歲 他到那個檢疫到第五次 才確定陽性才確診 前四次是陰性 所以第一個 你的檢疫的過程中 是不是出了哪些問題 第二個你的試劑的準確度 是不是不夠 所以這些整個大陸 讓人覺得說 為什麼政治高於你的專業領導 就在於他的數據不公開嗎 還有包括國東哥說的 你WHO的專家去 他沒辦法到武漢啊 所以真正的情況到底是怎麼樣 外界還是認為不夠公開嗎 所以我認為說這次的 包括大陸胎長確定說 我現在就是一個反轉嘛 他要說拐一點 他說我確診的病例減少了 就病情又受到控制了 可是真的受到控制嗎 大家是覺得疑問會擔心啊 所以我覺得大陸的 他們的危機 並還沒有還沒有過 OK 政黨國人關注武漢肺炎疫情 沒想到這國民黨立委 吳思淮的書面直書 引發外界的關注 他竟然指責蔡總統挑釁中國 像清朝的慈禧太后一樣 像八國聯軍宣戰 還說台灣畢竟是一個弱者 來看畢竟 是建議蔡總統要慎讚 如果你要來就來吧 那種味道是不對的 國民黨立委吳思淮用善意提醒 替自己的質詢內容背書 書面質詢裡 吳思淮要求蔡總統別挑釁中國 因為總統當選連任後 曾對外媒說 已經把戰爭準備好了 中共發動戰爭代價非常昂貴 問題是台灣面對戰爭代價 是不是非常便宜 因此本席嚴肅質疑蔡政府 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然而暗遊說明更誇張 吳思淮指控總統 宛如清朝慈禧太后 向八國聯軍宣戰 戰爭絕非而戏 七個輕言聲勢無端惹禍 吳思淮還要各界認清現實 我們畢竟是弱者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遇到中國這樣子不斷挑釁的話 台灣應該要必須要裝得很弱 沒有 這個問題完全問錯了 遇到中國挑釁 我們當然要有必要的回應 但是不是輕奇淡端 展現出來我們防衛 自我防衛的決心 這本來就是一個國家領導人 應該要講的話 但是曾經做過軍人的 吳思淮委員 在這個時候質疑中共講的話 我相信會讓很多的 我們的軍人 還有我們弟兄姐妹 這些同好感到非常的失望 那我們拒絕戰爭 但是我們絕對不失落者 這吳思淮的書面質詢內容 這引發一陣這個炮聲 這個國人真的是很憤慨 他的那個內容 他就說 其實他是曲解這個蔡總統 接受這個BBC的專訪 那那時候其實蔡總統是說 如果中國要侵犯台灣 是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的 結果他就說 這是你已經把這個戰爭 準備好了 這不是這個意思 那他就說 三軍備戰武器等等 你進軍能量 你有準備好嗎 那再來就說 他就說蔡總統 像慈禧一樣 跟這個八國聯軍宣戰 那他就說 畢竟我們是弱者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一個退將 怎麼會講這種話呢 來 蔡總統就說了 始終拒絕戰爭 也絕非弱者 不挑釁 但是也不會卑躬屈膝 吳四懷的說法 會讓國軍感到非常的失望 來 傑民哥怎麼看 台灣怎麼會培養出這樣的退將 感覺不是退將 根本是個降降 我實在想講的話 就用這個報紙來顯示 我想講的話 如此的降理 真是 這四個字 他就自己看 這是誰寫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一位中研院的研究員 所長所寫的 還有另外這個內容呢 也寫得非常好 台灣示弱 才是自尋死路 我很難想像 一個將軍級的人 因為將軍在我們心目中就是 即便對方千軍萬馬 我就是一夫當官萬夫莫敵 就算你的武力比我更強 我依舊跟你戰到最後一兵一卒 不是這樣的一個態勢嗎 我怎麼知道有一個人 跑去了中國 朝拜了這個習近平 跑去看中國的武力展示的時候 自己說自己也弱 很難想像 而且他曾經還是所謂的 國防部的一個參謀的一個主管 那我應該這麼解讀啦 第一件事情 他在蹭聲量 他要跟他自己的退輔 就是他的這個 他們國民黨裡面 所謂的激進派分子說 你找我到這個立法院 我是正確的 你看我真的就讓你們覺得 我進去就是強悍 第二件事情 他想要幹嘛 他想進到國防外交委員會 他在訴求國民黨 其他立法委員 不要擋我去國防外交委員會 你看我到國防外交委員會 我可以正式去執行 這個連蔡英文啊 蔡英文都質詢不到 我可以直接質詢 他要建立他自己的氣勢 但是我覺得我聽到 網民講得更直接 是怎麼了 你還沒當立法 才剛當立法院 你就要對國台辦效忠了嗎 因為你知道 我們最近發生什麼重大事情 我回來一件事情 請問一下 是誰的飛機 對我們開了所謂的火控的雷達 是中國的殲-11 他穿過中線 我們F16上去 要準備驅禮的時候 他竟然對我們開火控 我請問一下 吳斯萬你在什麼地方 你有說任何一句話嗎 怎麼會說台灣挑釁呢 這是絕對的挑釁 你還記得當時 中國也是對日本的軍機 採用這個火控聯打 這件事 當時日本是用外交抗議 你中國怎麼可以做這件事情 緊接著安倍就希望 就開始做這個議會的重新改選 改選目的就是要修改憲法 要把他的智慧隊提升成為國防武力 甚至要改變他的這個所謂的 我們說他的這個準航空母艦 要變成航空母艦 一切動作就是一件事情 中國的軍機用火控雷達 瞄準了這個日本的飛機 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連我們這種尋常老百姓 都知道這個事情很嚴重 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嚴重到美國還要拜P-3C的這個 反潛艦P-2C經過台灣海峽 為什麼 當你看到這個P-2C的時候 其實表示美國的航空母艦就在旁邊 因為他是從航空母艦起飛的 這就意味著這件事情 你看從轟炸機到這個C-313-J到P-2C 到這個神盾艦經過台灣海峽 就為了中國一個火控雷達鎖定 這麼重要的事情 請問一下你無私話有坑聲嗎 有說過任何一句話嗎 你有對中國表達任何意見嗎 沒有 所以我整個句話 一個立法委員還沒有做立法委員 就已經開始對國台派效忠的時候 我還是這麼一句話 這樣的將理真的是四個字 對 國家不論大小 豈有示弱的道理 來 玉慧姐 我們說怎麼會有這樣的立委跟政黨呢 好像郝龍斌也是認同他的話 今天或許我們在場的每一個人 都可以講說我們畢竟是弱者 但是無私懷就是你不可以 因為他是所謂的中華民國的軍人 那一個軍人 尤其他是將軍 他是因為他是軍系的背景 所以才有國民黨不分區立委 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結果他竟然當了立委以後 跟我們講說我們畢竟是弱者 所以不要挑釁中國 你會覺得說這樣子的軍人 所有的軍人應該以他為齒才對 因為軍人是要保家衛國 軍人隨時是為了中華民國的任何一個國人 只要有需要他們都可以犧牲性命 你會遇到一個過去的將領 去中國那邊聽訊的將領 現在又因為軍系進到立法院的一位 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 然後跟你講說我們 我們的總統是慈禧 所以我們畢竟是弱者 我們不應該挑釁 你會覺得國民黨到底看到你們的底嗎 沒有 那國民黨昨天其實有非常多的人 都出來幫吳思淮緩夾說 大家不應該把吳思淮的這個話 把他放大來解釋 這應該要平常看待 能夠平常看待嗎 今天很多的立法委員 將會決定他們會再進入到哪一個委員會 吳思淮已經表明 儘管我們大家跟他講 你根本就不應該當立法委員了 但是他說他就是要去監督 國防跟外交的 假設他真的進入到國防外交委員會的話 那以後他會不會把所有的國防外交的機密 全部都直接大拉拉給中國看 雖然就擔心他會不會扯後腿 對 所以你會覺得說怎麼會有這樣 那國民黨你們不是應該在這個時間點上 去幫吳思淮緩夾 而是在這個時間點上應該告訴吳思淮 你這樣做是錯的 因為在1月11號那552萬 雖然那個量還在 但是國民黨是慘輸的 就告訴你國民黨說 你就告訴你吳思淮 你們這樣是不行的 國民黨應該趕快跟吳思淮講 你絕對要出來道歉 你如果不道歉的話 你不分區立委就應該辭職 國民黨現在應該做的是這件事 而不是在幫他護航 來 鄭浩 到底這吳思淮是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這外界有誤解他嗎 那特別是郝龍斌也說認同 那江濟審好像說他出於好意 這是什麼樣的好意 我覺得這外界真的完全不懂 我們總統是不是慈禧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我們的退將是吳三桂 他這種行為跟吳三桂有什麼兩樣 就是這樣子引清兵入關 就是你一個退將講這種話 什麼叫我們是弱者 在戰爭上沒有絕對弱者 只有戰略弱勢或戰略優勢 台灣兵力比較少 也可以找到自己戰略優勢的地方 譬如說我們加入美國印太戰略 我們跟美國的神頓旗 共同防禦南海 這會變成我們的戰略優勢 這件事情 你如果都不去通販考慮的話 你只單純說論兵力 我們是戰略弱勢 他是內行 他是內行裝外行 更讓人家憤怒嘛 如果是一個我普通人講出這種話 我們真的是弱者 我們當兵 大家都只當一年 現在剩四個月 進去又不耐操等等等等 所以我們是弱者 這是外行話 所謂我們的戰略優勢 就是我們位於美國第一島鏈 最重要的那個地方 我們跟美軍未來會有合作的空間 而且正在進行中 就像剛剛講的 因為他們所謂美軍的航母 航空母艦群都來了 所以顯示我們在全球防禦上 是有個重要角色跟定位的 在這個時候 我們怎麼會是戰略上的弱勢呢 好 我不相信吳舒淮不懂 吳舒淮是中將退伍 他是陸軍副司令 他完全懂這件事情 可是他在這個時候 為什麼要講這些話 打擊臺灣的士氣 配合對岸的共軍落臺 這個事不是總統同路人 什麼才叫總統同路人 所以重點來了 為什麼現在國民黨 每一個人包含好農賓 或者是包含所謂的江啟成 還要護著他 還要護著他 因為要選黨主席 他背後有個惹不起的 那個東西叫做黃復興嘛 所以我一直說黃復興一天不除 國民黨一天不會正常 原因很簡單 我不是說黃復興錯 而是黃復興那群人的價值觀 遠遠背離臺灣主流民意 這些人需不需要被重視 是需要被重視 可是在民主的體制下 或許你就是佔百分之一的人 你就是獲得百分之一的重視 可是在國民黨內 獲得超過一半的重視 因為他的黨人數 剛好超過國民黨黨人數的一半 他在國民黨內 每個黨主席 你只要想當黨主席 你都要先跟黃復興卑躬屈膝 代表什麼意思 跟大陸卑躬屈膝 這都會讓國民黨 永遠被淘汰 所以我要講 每個國民黨黨主席都聽住 你要表示你改革的意見 說一百件 不如做一件 開除吳思淮 這是黨主席的權責 他如果開除了 不只大家會感激你 連國民黨現任的區域立委 都會感激吳思淮 現在國民黨現任區域立委 是最討厭吳思淮的 因為吳思淮一個人 讓他們選舉 多花了好幾千萬 甚至落選 國民黨因為有了吳思淮 其實現在看起來 已經是敗選了 那如果再繼續在立法院 這樣子搞很明顯 那國民黨不會雪上加霜嗎 還要繼續護著吳思淮嗎 當然黨內也有很多人 對吳思淮的第一個質詢稿 是有意見的 第一個我覺得包括我認為 你可以認同嗎 這樣講 我不認同 第一個因為質詢稿 包括我們議員也會發質詢稿 質詢稿老講其實是作文 其實有點作業績 因為質詢稿 他不像提案一樣 提案可以改變 就法律提案或議案提案 他可以改變一些事實 那質詢稿當然是詢問一個過程 那第一個我覺得說 他的結構跟他的動 就是說第一個 他的關鍵問題搞錯了 不是臺灣挑釁大陸 其實都是大陸在挑釁台灣 從頭到尾都是中國 這不料的屬性 是臺灣的飛機有飛過去嗎 是嗎 就是說攻擊到臺 我們有攻擊 我們有台灣的戰機飛過去嗎 超越中線 超越中線是誰在超越 都攻擊啊 有我們F-16 IDF飛過去嗎 沒有嗎 還有一個 一千多顆的飛彈 對準臺灣 我們有嗎 所以挑釁是大陸在挑釁 比如說 敵我不分 我覺得是這樣 譬如說還有邦交國 我們被挖走6個還是7個 那這也是大陸挑釁啊 那你如果是這樣說 臺灣挑釁大陸 譬如說 我們現在又建交了一個 新的邦交國 中華民國新的一個邦交國 那就變成說民進黨的挑釁大陸 不能這樣講啊